果然,这个6万亿美元支持计划的消息一出,海外大宗商品的价格应声大涨,澳大利亚等资源大国趁机联合抬价,妄图让我国在原材料的购买上大出血。 在这里要说明一下,作为世界工厂,我国是世界上大宗商品进口最多的国家,大宗商品的价格狂涨,会首先导致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增加。 2021年上半年,我国部分中小企业就是受此影响才经营困难,周转不开,但人家美国哪里会管你这些,人家要的就是转嫁这种危机到你中国来。 面对这种情况,我们有两种选择,第一,通过让人民币贬值来刺激出口,从而短期快速回流资金,但这对长期不利,长期就会造成输入性通胀,进口材料变贵,出口价格降低,我们是被割韭菜的一方,所以这条路不能选。 我们选择的是第二条路,增强汇率弹性,人民币适当的升值。 根据财联社在5月28日的报道,几乎就在拜登消息出来的同时,人民币应声升值,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报到了6.3858,创出了三年以来的新高,比2020年5月29日的7.1316上涨了11.7%,美元在飞速的贬值,人民币却在逆势上涨。 这意味着什么呢?意味着我国企业进口原材料的时候,他们手里的人民币购买力实际上是变强了,在一定程度上能对冲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,进口原材料实际上是便宜了不少。 同理,我国出口到外国的商品,实际价格也上涨了,美国人只能花更多的美金来购买同样的中国产品。 说的简单点,2020年1美元能买到的东西,2022年可能需要10美元才能买到,他们印了相当于没有印。 所以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,美国多印出来的钱,造就了自己的国内通胀,不但没有办法吸中国的血,还会造成动摇美元金融体系等一系列恶劣后果。 美元终于搬起石头,砸了自己的脚,这意味着美国的老百姓去买东西,真的是越来越贵了。 所以很多的美国人已经开始羡慕中国人了,因为我们中国有618呀。 你看,这是我在京东上买的水冷小风扇,我觉得叫它微型空调更加合适。 使用的时候,我们加水进去,然后把冰箱里冻好的冰晶放入水中,这样机器运转起来就有制冷的效果,和空调是一样的。 而且我们还能设置睡眠风,自然风,正常风,还能定时,能控制叶片的摆动等等。 最重要的是,它能随着我移动。 我写文章的时候,它跟着我去书房,我录视频的时候,它跟着我到录音棚,这点比空调还方便。 最重要的是,它省钱啊。 原来家电还可以这样。 京东家电618,家电新品限量五折,唤醒你的生活。 机会难得,梦要错过,就让美国人羡慕去吧。